《肖战陈情令·斗罗大陆》等剧在《樱花国》播出并获得一片赞誉后,余生也将于两个月后在该国播出。 重视范围的《樱花国》的播出文案可谓别具一格,称余生为肖战首次出演的现代爱情电视剧,称顾魏为一个心灵伤痕累累的医生,称女主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女人,只能说肖战在《樱花国》人气确实高, 而《余生》中,肖战无论颜值还是演技又十分亮眼,因此,不仅《樱花国》在文案中突出了肖战饰演的顾魏这个角色,预告片也通过男主的视角诠释故事,这样将会吸引更多的观众对这部剧产生想看的欲望。 《樱花国》观众也会发现,这位颜值、身材、演技均无可挑剔的演员,不仅古装狼艳独角、风流倜傍,现代装也有着令人倾倒的温柔和儒雅。 虽说樱花国与我国审美、文化都存在很大差异,但肖战这样兼具少年感和成熟男性魅力的演员,无论到哪里,都是令人无法忽略,耀眼夺目的存在。 余生从男主的视角讲述就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,也是一个成长励志故事。 顾魏医者人心,对待每一位患者,都秉持一颗真挚的初心和满腔的热忱。 这期间,顾魏饱受打击,换成意气用事,对医生这个职业只是敷衍的人,或许会选择妥协和麻痹,但顾魏内心始终是坚定也是清明的。 他清楚医生这个职业最重要的是责任心,做一名医生最应该坚守的是一份信念和情怀,顾魏能够破局,女主和同事的鼓励与理解只占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。 最最主要的是,他清楚自己真正想争取,绝不放弃的是什么,对待感情。 顾魏看重的不是世人普遍看好的家世背景,及对自己事业上的扶持,而是那一份真。 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在海外播出,海外观众也看到肖战在不同的作品中,展现出越来越令人怦然心动的性张力。 肖战也会为海内外观众献上更多精美绝伦的作品,在灼灼盛放的年华,不负来路也不负前程,肖战超话。